看看新闻网 除此之外 吴宗憲本人的财务状况 也是引人关注 他开办的LED公司 曾涉嫌欠债漏税 做假账等问题 此前更有媒体报道称 吴宗憲的银行账户里 只剩大约30万人民币 濒临破产 不过在接受采访时 吴宗憲全然否定了破产之说 他强调自己的LED公司 早已扭亏为盈 LED的话 目前的技术是全世界第一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独特的专利跟技术 可以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 包括这些任何的一个灯具都可以 我想越来越好 而且今年开始都很赚钱